大家好,我们再来聊一聊之前结束的一场NBA常规赛 也是有可能改变今年整个自由市场演员格局的一场比赛 就是快船和老鹰的这场比赛 快船在比赛中最多落后22分 但是最终呢,完成了一个超级大逆转 而这场球的出炉可以说某种意味着 某种程度上将会让整个自由市场的演员格局发生改变 谈到这场比赛,我们就要先谈赛前的一笔交易和运作 快船三换一,拿出了卡本盖来 再加上一个受保护的二轮签和一些现金 完成了这么一笔交易 而当时快船送出这个三换一的筹码 基本上就是三个筹码换了个空气 他们没有从对手身上得到任何的筹码 只是送走了卡本盖来 就是为了腾出空间 这笔交易完成之后 快船拥有了260万的心筋空间 同时阵容里多两个名额 这两个名额快船是准备用来简陋和演员的 而随后再来谈这场比赛 本场快船打的其实并不好 莱安纳德的状态非常低迷 保罗乔治的表现更不用说 小卡在最后时刻还是及时觉醒了 但是乔治整场都在梦游 那么快船是怎么赢的呢 他们赢在了两个超级地步 一个是曼恩 一个是肯达德 这两个人合力砍下了41分 重点是这两个人的爆发意味着 快船的引员策略可能要发生改变了 因为他俩都是后卫球员 曼恩的身高只有1米96 在快船打23号位 就算打到3号位也是可以的 而肯达德本身就是一个身高比较出色 而且投篮能力极其出色的后卫性球员 他本场是八投八中拿到了20分 曼恩拿到了21分和10个篮板 他们两个人的表现都非常全能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意味着 之前快船的引员策略 现在肯定是要改了 因为此前快船自由市场上 追求后卫最疯狂的球队 他们和多个顶级后卫都传出了绯闻 像霍勒迪 像乔治希尔 另外还有包括提湖队的球哥 都和快船传出了很严重的绯闻 快船去追逐这些后卫的目的也很明确 他们发现他们在关键时刻 总是被对手翻盘的原因就在于 这个球队没有一个核心的组织后卫 一个纯正的空位能够帮他们控场 所以在最后时刻 只能让两个超级巨星去控球 但是这两个人从出道至今 尤其是刚出道那段时间 他们从未被所在的球队 作为一个绝对的持球核心来培养 都是一个防守型球员起家的 所以这两个人关键时刻的控球能力 和控场能力就是没有那么强 他们是非常出色的终结点 因此快船在找一个出色的后卫 但是现在随着这场比赛 快船的胜利呢 他们就会发现 哎 曼恩是一个不错的后卫 更重要的是 肯纳德是一个非常出色 能够侧应和组织全队的后卫 他能够和保罗乔治打挡拆 甚至于和莱洋纳德打挡拆 同时他也能够压球队的节奏 关键时刻能够把队友传出来的空位三分投进 肯纳德本赛季投进的三分并不多 一共只有61个 但是三分命中率高达47.7% 这是快船对内最好的投手 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兼具投篮和组织侧应 以及控球能力的核心后卫 一个上赛季在活赛场均15分4个助攻的球员 快船其实不需要再去引员后卫了 快船只要能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再去追一个核心后卫 他们的后卫已经非常出色了 之前就是因为泰伦卢太过于重用 太过于相信路易斯威廉姆斯 而弃用了肯纳德 才导致快船的后场陷入了崩盘的窘境 陆威确实给球队立起过汗马功劳 但是说实话 他的能力和他的在场的一些球锋 已经不适合这个球队了 所以说现在让肯纳德彻底分掉他的时间 弃用陆威的话 对于快船来说是一个崛起的更好的选择 那么快船其实不需要再补后卫了 等到贝弗利回归 有贝弗利 有乔治 有肯纳德 有曼恩 那就够了 因此快船现在完全可以转身 把目标投向自由市场 内线和四五号位打各自的引员上 这就意味着快船要和洛杉矶胡人开始巧人了 他们肯定会疯狂的争抢 装神德拉蒙德 阿尔德利奇 再加上麦基 这都是他们有可能去争抢的对象 胡人现在疯狂的想要补进内线 四届蓝板王德拉蒙德 就是他们最想要的目标 56分巨型阿德也是他们想要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快船将会成为胡人最强有力的对手 因为快船如果不引进后卫的话 那么他们还有两个名额 还有260万的空间 这个260万一定要用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 快船一定会补进一个出色的内线 内线本来就是这支球队的软肋 之前只有一个组八死 但是肯定不够 而且这些内线球员来快船是可以直接打首发的 之前快船是让五号位的一巴卡首发 但是现在随着曼恩等人打出来 一巴卡可以回到他的四号位上 快船要是能牵线一个阿德或者是装神 出人先发五号位 再加上三号位 不管是巴图姆还是曼恩或者是其他人 那么快船的阵容将会变得无比恐怖 也没有什么弱点了 但是快船只要来到市场上 争抢这些大个子球员 就意味着詹姆斯和洛杉矶胡人又危险了 本身他们抢人就要面对着篮网 费城76人这种顶级球队的狙击 要是同城死敌快船再出手 那么说实话 胡人抢走这些年轻大个子的可能性 就继续降低了 而如果说抢人抢不过 胡人在自由市场上一无所获的话 那说句不好听的 以目前的这套阵容来看 胡人本赛即想要完成两两贯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甚至于他们能不能冲出东部 能不能冲出西部 能不能跨越快船和爵士的阻碍 都是个未知数 因此这场比赛有可能让快船的演员方针彻底改变 进而改变整个赛季的争冠格局